我覺得這可以分成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願意成為領導人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不是用位階的高低 然後去定義領導人 而是願意成為一個改變的起點 你有一顆那一個想付出的心 然後你願意去找到方式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願意成為領導人 第二個在溝通 因為比較短 所以我覺得可以講一個架構 就是溝通過程當中它有三個F 第一個F叫做feeling 就是你要去關心對方的情緒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要去體察自己的情緒 你是否有不耐煩 或者是說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否有不諒解 在這個過程當中去經營那份關係 就是feeling 那第二個叫做Fact Fact就是我們看一個事實 當你要溝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看的是對的 可是我覺得要換一個想法就是 對方覺得對的是什麼 他做哪一些好的事情 OK在這個過程你要把它說出來 你要告訴他你看見了 那溝通才可以持續 那第三個叫做Future 第三個F Feeling Fact跟Future 未來 那就是說我們未來可以往哪邊去 我們可以做的行動是什麼 可能我們有十步 那我們現在專注在下面的這一步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往前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